为了让太平村巷弄战的长者感受到 向家人般陪伴的温馨和幸福 太平村社区发展协会举办了光牌长者联营活动 由协会理事长萧忠勇带领着各个里监视 特别在太平巷弄战关心慰慰长辈生活起居 还捐赠爱心红包玩游戏拿奖品 让长辈们非常开心 老人家不断用布农族语来猜字 猜对的还有礼物可以拿 场面温馨可爱又斗志 这是太平村社区发展协会办理的关怀长者联谊活动 这次来到了太平巷弄战来关心慰慰长者 这一次的活动完全都是我们社区关怀老人家 一些年轻人所赞助的预算 所以我们才能办这些活动 我感谢他们谢谢他们 部落长者看到年轻人来关心长辈非常的感动 也跟着协会干部们一起来玩游戏吃中餐 而才刚刚上任的理事长肖忠勇也与亲友发起发送红包 没想到部落年轻人非常的踊跃投入 李建市非常的热心对老人家的那个这一环 有非常很大的一些那个宴请 希望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能要就是说希望大家来办对老人家的一个活动 肖忠勇说平常部落就有许多独居长者 也希望透过社区结合举办活动 让更多长者愿意走出户外 并且带动社区重视长者议题 让更多在地资源投入领域 分享公益慈善喜悦 记者高商商卓西乡采访报道